为人诟病之所在 除了搭上更多美国大兵的性命 经济的衰退 国债的增长 美元的加印 都把这个转折点扣在了小布什的头上 人家美国专家呀 不断唱衰自己的祖国 那是人家的传统 而且具有不断给国家提醒的积极意义 一帮中国专家也跟着这么讲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比如政府的赤字和美债 上线不断的提高 这怎么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衰落的证据呢 我觉得啊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 那可太不一样了 一个天资不好 学习又不努力 生活习惯又特别邋遢的人 他很难成才 讨媳妇都难 除非有个好爸爸 但是一个国家呀 却未必如此 国债跟私债这是两码事 国民普遍去追求新鲜的享乐和奢华 是可以创造经济增长的 这点个人是无理如何都做不到的 一个人做事归归归归 可以 但一个国家要没守成规 也就完了 一小弟着剑 美国离衰退 还早 我们还是先惦记着 中国足球拿世界杯吧 911已经过去十年了 与其纠缠于当初的疑点呀 不如我们好好地反思一下 它给世人带来的影响 911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呀 最大的改变 是一贯强调 个人自由和人权隐私的美国人 现在也只好低声下去的 接受机场保安 对他们失忆的裸体操苗了 美国人就成了这全世界最没有安全感的民族嘛 就前几天 9月2号 美国政府向国民发出了旅游警告 而且是全球旅游警告 他应了那句话 地球很危险的 赶快回火星去吧 对于中国人来说呀 最直观的就是 记住了美国的报警电话 不会在打110找美国公安了 911还成就了一部加拿大产的手机 叫黑媒 911当天呀 美国通讯设备几乎都都瘫痪了 但美国副总统切尼的这个手机 就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关于灾难现场的及时资讯 美国国会一看 当即就给全体的议员呢 美人配备了一部 黑媒这个名字 它其实体现了美国的做派 你黑我珍珠港 我让你俩城市没了 你黑我俩大楼 我让你俩国家没了 谁黑我 我没谁 可实际上呢 被黑的是平民啊 没了的也只是百姓嘛 所以黑媒最终只是受到了极少数的精灵的追捧 而咱老百姓还是喜欢苹果 平平安安过日子 等了 我希望大家过来 欢迎回到清清白老会不老传说 这中秋节快到了 大家都忙着到处送月饼 收月饼 交月饼税 交月饼抵罪呢 我们清清白老会节目 也收到了一份大礼 在电视卷 享有崇高声望的韩乔生老师 在微博上 以迅雷不济眼耳道 灵耳响叮当爱 已成往事之事 夸我们节目做得好 小弟啊 再次对韩老师的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能再聚了 中秋节快到了 我也先给您拜个早年 祝您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今天的不老传说 咱们就一起聊聊不老的中秋节 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啊 从严格内涵来说 其实是个女人节 或者说是个生育节 因为古人对月亮的崇拜 实际是源于远古时期 对女性的生殖崇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求子要儿子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中秋求子主要有两个方法 照月得子和偷瓜送子 中秋之夜 久婚不孕的妇女 可以在月行中天之际 独自坐在庭院中 让月光照耀着自己 洗个月光玉 据说如此不久啊 不孕的妇女就有了 您说这叫隔山打牛啊 还是隔空置物啊 而偷瓜送子 就是说 要是谁家生不出小孩 村里好心的小伙子 就在中秋这天 趁着明亮的月光 跑到田地里 偷一个大东瓜 用小刀啊 刻出小孩的模样 再套着小孩的衣服 就送到这户人家 把这瓜放在床上 与这个妻子半睡一夜 他早不早另说啊 第二天 把冬瓜煮熟了 吃了 要是以后 他就怀孕了 哎呀 这兽瓜人啊 真是要好好感谢 这个小伙子 认个干爹吧 咱中华传统里边 字虎就讲 男女有别 要避讳 不错 俗语里边就有个 男不拜月 女不祭造 哎 这么个说法 祭造啊 造王爷 过小年要拜造王爷嘛 为了让他老人家上天堂 做年终报告的时候 别胡说八道 不让女的祭拜 为什么呢 据说啊 和造王爷 长好看 太小白脸了 就怕这媳妇看上眼了 一块上天堂出差了 身为动心已远嘛 而中秋啊 就是正统的妇女节 月亮属音嘛 那会儿妇女们 要依次跪拜 男人靠单站着去 一般的祭祀 都是男人打头 也不服气 你想想 现在三月八号 大老爷们 不是也不能放假吗 没见过哪位先生 找领导还维权的 我也要过这个节 没有 但古时候啊 还真有一批 渴望参加 祭月仪式的男士 来维权 他们呀 以月宫的玉兔 为图腾 塑造出了精神领袖 兔爷 就是他 兔爷 传说呀 这是仙界 专门管理 同性之爱的领导人 列儿 为什么选兔子干这活呢 木兰瓷作过解释 熊兔脚扑射 瓷兔眼迷离 双兔棒地走 安蒙便我是瓷雄呢 是男是女 外表看不出来啊 看厕所的大爷大妈就经常碰到这样的困惑 经常碰到这进来的人 忽男忽女 又男又女的 总而言之 来自月球的兔爷 是跟宋子观音抢生意的 生男生女都一样嘛 后来呀 八月十五妇女节 由于这不够老少皆宜何家欢 无奈就慢慢的淡出了历史舞台 秉承着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以及男女搭配过节不累的精神 让位于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新主题 中秋节有如此的内涵啊 所以不少海外的友邦哭着喊着 就是要过中秋节 真的 不用胡说啊 他们真的是哭着喊着的 这说的是韩国的中秋节 他们叫什么 秋夕 这是韩国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甚至超过了春节啊 咱们刚才说了 中国人过中秋 讲究是合家团圆 千里共禅娟 但人家韩国人过中秋呢 重点强调 祭祖扫墓 人鬼情未了 吃团圆饭的时候 家族里的长子过来 把家里的大门打开 意思是什么呢 请老祖宗的魂 回到家里来 鬼来吧 鬼来哟 那请您来吃什么呢 咱们看这个 这货就是韩国的月饼 他们叫松糕 这真不是饺子 据说呀 这是因为韩国人喜欢 这个玩谦虚 故意把这月饼啊 整成一个一半 半月背壳的形状 取义叫做还没圆满 还很缺钱 用意很深刻呀 韩国的中秋节 依旧他还得吃烧烤 是不是 光吃饺子不顶饱啊 不是 光吃松糕 应该可能就是这么吃的 韩国的中秋节啊 英文翻译叫做 Thanks Giving Day 这懂英文的都明白吧 这是韩国的感恩节 哎呀 搞笑啊 这个把月饼和饺子都搞混了 中秋节 清明节 感恩节 混搭着过的国家 居然还敢拿中秋节出来 申请为韩国这个文化遗产 凭什么呢 韩国人说了 就凭韩国的中秋节 放三天假呢 你想今年连上周末的话 就五天呀 充分显示了 他们对中秋节的重视 而且这秋高气爽的季节 特别有利于伤口的愈合 所以很多Smith的小姑娘啊 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去整容的 能说没有韩国的文化元素吗 太可恨了 在此 我强烈呼吁有关部门 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节日的 战略高度考虑 以后中秋节 他们起码得放一个月 有关部门呢 反应还是挺迅速的 马上就用实际行动 开创了具有强烈中国特赛的中秋月饼税 有关部门解释说呀 这企业单位给员工发放食物入个税 这是税法明文规定的呀 对不对 老百姓不乐意啊 啊 刚刚才把个税起正年 上调一点点 这就急着在月饼上 拿回去一坨坨 是太不近人情了 更何况 中秋节单位发月饼 这是我国连续六百四十三年的历史传统啊 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你们这六百四十三年从哪算出来的 那是1368年 朱元璋抗援呢 援兵搜的严啊 那会儿又没有黑美手机发消息 刘伯奔就出了个主意 在月饼里边藏一个纸条 然后啊 给各路叛军的首领送过去 您看 中秋节给领导一起关机后送月饼 就从这开了先河 大家打开纸条 一看写着 八月十五夜起立 一拍即合 于是进了大东